哈喽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烧瘸子 我四边牙口不好 这个瘸子烧软一点 特别适合你的胃口 是 我们选这个瘸子的时候的话 选这个白色的比较多的 然后选这个颜色浅一点的 然后你再捏一下 软的再买 如果是硬的话说明中间已经长老了 就不要买了 那个是老瘸子 如果我们买菜每个都已经干解药了 那个商量要起火咯 摊主要 看嘛 看出马拉伦 我们烧这个茄子非常简单 只要大蒜 多吃点蒜有好处咯四边 是呀 轻轻拍哈 这个茄子这个鱼香烧起来是最安逸的 我们这里这个鱼香其实就是货香 再放两颗炮黑椒 这炮黑椒我听听说多辣呀 吃辣的是嘛 这个就像我们的鱼香 这是我们的鱼香 这个就是 闻起来有特殊的香味 吃得来的就吃得来 吃不来的就像不能吃香菜的人吃香菜一样 感觉这个很臭 其实我们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烧鱼特别香 特别好吃 还有我们做豆花 这个是受不了的 豆花蘸水 这个给它切一下 当那个葱花起锅的时候用 然后再切点葱葱 这个鱼香嘛可以说 我四边说没有哪个吃不来的 是不是有烧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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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 然后大火将油温烧至六成热 油温六成热之后下入切好的茄子 开中火把茄子炸熟炸至金黄色 同学们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炸茄子的时候必须随时搅动 让茄子均匀受热 如果茄子不翻动的话特别容易炸糊 茄子炸到金黄色之后捞出备用 然后我们把宽油倒出下一步开始准备炒至 在这里硬白油的要求加入了一些猪油 油烧热烧化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爆香 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适量的豆瓣酱炒香 然后加入炸好的茄子 下一步直接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适量的红盐 白糖 味精 再放点酱油 最后加入适量的水淀粉翻炒几下 芡粉糊化之后加入鱼香叶 和小葱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上下茄子四伯爷 哎呦不要上这个茄子都好干 好干啊 尝尝一杯 尝得很四伯爷你小心 我先来到 开个玩笑 这个油 好多油哦 水 如果你们家庭小葱做的话 可以 茄子下锅之前拍点粉 这样更容易熟 而且还省油 这个油闻得油香 吃得好爽口哦 吃得好 还要下饭 还可以 吃得好 吃得好 吃得好这个鱼香才入味 嗯 真的好吃这个茄子 好吃 所以说我学得安逸整个茄子来干的 比你得过柴火早就慢慢炒 慢慢炒 肯定了 我们有很多粉丝做这个茄子喜欢把皮扒掉 其实正是要有这层皮才能够对比出里面的嫩 我们做这个茄子 因为本身是油炸的 然后第二次炒的时候尽量要少放油 因为是我伯爷喜欢吃猪油 然后我后面都放了一点点 好 你们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怕油多的话就放那个淀粉拍一下再炸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